中心先前宣布 有一百九十家的診所加入PCR篩檢 但現在卻傳出有幾家診所 退出篩檢的行列 臺北市議員徐巧欣在臉書上 秀出統計表格 表示衛福部登記 臺北有二十家診所是有提供PCR篩檢 但有三間還在準備中 九間直接回覆沒有提供篩檢 實際上只有七間診所能夠提供民眾 篩檢服務 基層診所站出來做PCR不只人力是個問題 快篩陽性的人就在現場排隊 一旁行人來來去去 民眾到底會不會擔心增加社區染疫風險 就算會怕但民眾也是支持面對疫情升溫 診所PCR是緊急應變措施 方便提供有需求的民眾 不用再到醫院人擠人 但診所PCR已經上路第六天 卻還是亂象不斷 基層醫護人手緊繃 篩檢設備還沒到位 或是診所動線規劃不良 指揮中心也要盡快找出解方 不要讓民眾到診所白跑一趟 華視新聞楊文尚 沈麗蓉台北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